与佛是缘 能信是缘 能结也是缘 真正能往生缘成熟了 那么如果这个人生在佛亲佛后 这个佛亲佛后要将佛的法运 佛的法运一万两千年 生在这个之前或者生在这个后 没有缘闻到佛法了 末法灭尽的时候 这个世界上就没佛法了 这些经典都不存在了 这个世界上再找不到了 换一句话说 虽然阿赖耶里的 由善跟福德没有缘分 它不起作用 依旧还是要搞轮回 随意也流转 那要等到下一尊佛出世 这个世界上 又有一次三宝具足 看你有没有这个缘分 但在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又得到人身 清净 佛陀 在这个之前之后 都没有这个缘分 这一段文 见佛门 见佛闻法了 有业重缘 既不 里面的两句话 不见佛闻法 不闻法 这叫难 如果见佛闻法 如果见佛闻法 就没难了 地狱里面 有没有见佛闻法的 有 太稀少了 那真正是 在做人的时候 极了大功大德 做了大善事 臨终一念错了 躲地狱了 一个错误啊 躲地狱了 谁躲地狱 善根福德的种子 力量很大了 谁在地狱里面 也能见到佛菩萨 也能够见佛闻法 菩萨在地狱教化众生 大家都知道 叫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不是一个人 地藏菩萨很多很多啊 一切诸佛如来 发生菩萨 如果 他有 与他有缘的人 躲在地狱里 那一念忏悔的心才动 承认不错了 这个信息 这个信息 立刻就传遍 虚空发解 周边发解嘛 佛菩萨 佛菩萨都知道了 也知道自然的反应 在地狱里面 在地狱里面 有缘众生 到哪一道去呢 当然最好的 是到人道 那 为什么 人道 见佛文法的机会最多 其他的道友不多 人道的缘 人道的缘最多 所以 人生难得 佛法难为 佛没有说 天生难得 佛法难为 他偏偏说 人生难得 人生之可贵 就是 人 容易 救 容易 神进度 天人的生活太好了 乐多苦少啊 不想修行 不想往生 他对他的生活环境 留念 舍不得离开 握到里面太苦了 把求出力的心 求往生的心 都忘得干干净净 佛菩萨在他面前 献身提醒他 他都记不起来 他都记不起来 所以六道里头 以佛的身份 出现在世间教化众生 六道里头 只有人道 其他的道 都是献菩萨身 献身闻身 献身闻身 献同类身 这最多的 献佛身 只有在人道 这些现象 这些现象 都是在告诉我们 有个事实 那就是 人道虽然辛苦 人道能解决问题 只要求我 那要想真求我 真求你都放下 障碍你觉悟 障碍你觉悟 是哪些东西 障碍你觉悟 最严重的 是自私自利 是明文理 是贪嗔痴慢 外面呢 五欲六成 破密开悟 最好的方法 是学习精教 学习精教 最好的方法 是讲经教学 你看 社方 祝佛如来 祝大菩萨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 不是从这一道出生的 没有一个不是从这一道出生的 听听讲经教学 你就不会被 外界 外界 一切众云所干扰 你能保住自己 你能保住自己 不受外界影响 你才能得定 你才能开会 你才能争够 凡是会受外面境界影响 凡是会受外面境界影响 你不能成就 做再多的好事 都还是在六道 脱离不了六道 脱离不了六道 就等于 你这一生 空过了 不过了 一丝毫成就 都没有